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又来扯扯 包子外交这一块 包子外交的最新形势 非常的糟糕 包子非常糟糕 它现在限于各种尴尬 和各种不利的处境当中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现在可以说 中美关系嘛 中美外交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 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档口 阶段性总结了 我们差不多都可以做 为什么呢 看到美国这边 拜登是认为自己的牌该摸的 都摸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可以胡了 我要个什么 什么几万也好 几桶都好 几个花的打牌 现在他觉得自己的牌都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美国这个沙利文 国家安全 这一块 他 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 拜登准备跟习近平 两国元首该谈了 该到谈的时候了 所以是这个是美国提出嘛 所以应该讲是美国 拜登政府 这个起码是拜登的这个核心管理团队 都认为差不多了啊 我们牌都都有了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牌啊 他这次就要了一圈嘛 正式就搞定了 全都搞定了 G7 经济这方面 G7是个经济组织 就经济这一块 我们谈好了 我们产业链啊 方方面面我们合作 到时候一跟中国摊牌 为了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嘛 到时候就是我就跟你完全脱钩 我们G7里面是不是可以完全OK 因为不然他怎么会做完这个工作 就跟你细胞纸谈呢 对不对 一个这个是经济方面 几个发达国家 大家是不是搞定了 每一个国家的背后又有国家的盟友啊 你不要以为就这七个国家不是那么简单哦 比如日本 日本的背后像台湾 那就是一起的 你别以为就日本去开会 但是日本去开会的背后 其实台湾也在后面 因为你探讨起来 你到时候如果芯片呢 什么你那边搞不搞定啊 那日本这边没事 日本 然后日本跟台湾铁的不得了啊 所以没问题 这边都没问题 然后加拿大 这些矿产呢什么的啊 澳洲 是不是大家都搞定了 都搞定 OK到时候我们就跟他摊牌 经济方面嘛 完全搞定 现在可以摊牌 然后北约 北约是个军事组织 你要知道G7是个经济组织 北约是个军事 他本来他就定位就是搞军事的 那为什么把军事也搞起来 也就是证明 现在美国这一任政府呢 他已经做好了跟你中国完全 完全摊牌的准备 那不然不用搞到军事 这一个这一步 对不对 他也怕 他是文明人的 但是怎么知道 你中国疯起来 整天搞几个什么又要一千枚核弹 你这个疯子了 所以北约这边也做好工作 然后你中国没几个盟友了嘛 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盟友就是俄罗斯 现在基本上也搞定了 只要谈 你基本上就OK了 基本上就OK了 你想想而且拜登跟普京两个都没有戴口罩的 也是没有戴口罩的 这多多少少有点互信 你明白吧 你看那习包子现在都去到 他没有互信嘛 那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这个戴口罩的问题 戴不戴都极其尴尬 对于习包子来讲 俄罗斯也搞定了 今天我看到朝鲜也搞定了 你别说别以为 朝鲜也跳出来了 今天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们要全部联合起来 抓着中国这个冤大头 因为你想想你抓这个朝鲜没用啊 朝鲜穷的要死 你整朝鲜没用 你整俄罗斯也没用 没钱啊 俄罗斯几到旧约文 一个月很老的 俄罗斯年龄结构也相当老 可能比日本还老 你跑去救救了几千万人口 GDP还没有个广东大 所以你弄这些没用 为什么一定要弄中国呢 一个疫情也是你搞的 搞得我们乌七八糟的 然后你中国有钱 你可以买单啊 明白吧 搞我搞其他的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你中国可以搞 一方面把你中共这个可以说是个潜在威胁嘛 始终是你又有核弹 又又疯 又是个神经病 怎么看你怎么不顺眼啊 对不对 你一方面把你削弱 把你把你搞下去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买单多好 所以现在如果要树立一个敌人 对于整个世界西方文明世界上 那肯定首选你中国 我在搞俄罗斯有屁用没钱 搞你中国有钱 把你瓜分了 这很实际 所以从实际的角度 从价值观的角度都应该整你中国 不是整其他的 反正就对不对 金正恩也跳出来 你看 他知道了啊 金正恩很厉害的 我告诉你 拉来拉去 他金家皇朝能够做这么久 还是有点办法的 方方面面拉来拉去 他今天呢 他金正恩呢 亲自出来说啊 怎么说啊 朝鲜已经做好了 跟美国对话或者对决的准备 啊 就也可以对话 也可以对决 你想想这句话 那绝对不是无铃两可的 他是喊 他现在是朝鲜向美国喊话 你想想 那你可以直接喊 你没得谈 我打死你美国佬 你可以这样 但是你主动的向美国喊话 那我们也可以谈 我们也可以打 那要打还谈 他其实就 在试探美国的态度了 因为他看到了 哎呀 现在细胞子真不行了 所以干脆我也参与搅算了 对不对 起码把我金家皇朝稳住多好啊 所以大家都会算计 最实际的 你搞其他的都没有多大作用 现在全世界包括朝鲜 包括俄罗斯 就是大家都认定了 这个冤大头谁来做 中国来做 习包子来做 没有其他人来做 最好的 中国就是最好最好的冤大头 我就是没有任何立场啊 最实际的 谁可以做这个冤大头 唯有中国 是不是非常实际 无论你是支持中国共产党 还是 这是非常明显的 不搞你搞谁的 对不对 所以拜登现在准备好了 充分准备好了 连朝鲜都站队了 他现在只要美国一回应 哎 对话了 到时候 离朝鲜胃口肉不大 你只是要点粮食而已 对吧 你反正 对吧 大家就 中国非常孤立 空前孤立 在这个时候你看 美国还在敲打他 他说要谈 说要谈 而且把时间也抛出来了 这是美国主动抛出来的 可能G20是个机会 美国主动提出G20 但肯定是G20 对他们来讲非常有利 你想想现在G20 都是什么人 那就G7那群人 对吧 那G7这群人我已经完全搞定了 包括印度这些都都是抗中的 你细胞子如果G20去谈 你有得谈吗 其实没法谈 他相当被动 这个时间点 但是如果不是G20 又是可以什么时间点 美国也是给中国选 现在就抛出来 现在就抛出来 G20可以 或者其他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 随时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的 现在美国就这个态度 而且同一时间 马上敲打你一下 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 就决定了 对华为和中兴完全排除去 出美国的网络里面 国内的通讯完全排除 已经决定了 之前是预案 或者说是什么 之前听说过 现在可能是一个决案 决定了 差不多是可能 可能是这样 但现在抛出来 刚好又就叫他谈 这边叫他谈 另外一手就马上又敲了一下 现在美国比较主动 按理来讲 你看得出来 拜登比较主动 拜登 而且他 你看他也比较懂行 拜登可以抢 川普呢 把该躺的雷都躺完了 现在一马平算 就让拜登全去做了 吃了很多亏 川普吃了很多亏 最大的亏就是 当时中美贸易谈判 当然当时川普以为自己还有四年 没想到来了个疫情 当时川普其实非常 我都觉得没必要 当时我觉得 有什么必要里川普跟刘鹤谈 当时 三番四次都是派个刘鹤过来跟 我是川普 我屌死他 他这轮不到我们说算 但当时其实川普太 心态大 对中国心态大 当时 你想想我也是元首 元首对元首谈 你现在也是这样 搞个刘鹤来跟我谈 你刘鹤说了算吗 说不算呢 你刘鹤没用 你回去也是跟细胞子 你刘鹤食啊 没没屌用啊 没屌用啊 所以现在 可以讲 拜登政府吸取了川普的很多教训 川普吃了很多亏 而且他没做过政治家嘛 吃太多亏了 所以就现在他人家直接要谈就细胞子谈 你细胞子就给我签个合约 该怎么陪我们啊 然后搞得我们 如果是G20的话 那么一群人围着理工 你不扯单 你想想 对吧 而且几个尴尬 我告诉你 非常尴尬 这次G7已经是全部打完疫苗 也是没有戴口罩了 到时候G20也是全部都不戴口罩 你细胞子戴与不戴就是个问题 尴尬的不得了 因为你想想这这么大个会 他要对内 那么一拍出来 如果 哎呦 19个国家都不戴口罩 就你中国的细胞子戴这个口罩 你多难看 难看死了 或者说有些弱国都戴口罩 而且强国都不戴口罩 你脸往哪里丢嘛 是不是嘛 所以G20是个非常不利的时间 应该来讲 但是什么你你都都是不利的 因为人家确实不用戴口罩 现在那你中国你你出来天天都 你细胞子敢不敢不戴 细胞子怕死 非常怕死这个人 他不敢 人家个个都敢 你看G7开完没事一样 就不戴口罩 人家对自家疫苗有完全的信心 现在说到这里也是顺带提一提这个疫情 其实当初这个疫苗外交是可以的 但完全就搞砸了 你想想当时搞口罩外交 疫苗外交是有机会给你的 整上天老天爷都给你机会了 不是没给你机会吧 当时确实很整个世界很紧张 但你中国你你就是做不好啊 检测机司机也做不好 口罩也做不好 全部乱七八糟 对吧 有什么办法你怪谁呢 不是说没有机会吧 有机会的话 但你的疫苗确实不管用 今天看到个什么 马来西亚300多个护士 医护人员 马来西亚印度里西亚印尼 350个全部接种你科兴 全部住院 我们有时候发挥太厉害了 几十个要住院重症 也就是你可见多糟糕 你多垃圾你这个疫苗 你别看英国现在有点反弹 但是英国的死亡和重症是没有反弹的 也就是证明阿斯利康 起码他的有保护力 虽然他的阻隔传染 确实已经实际看到没有辉瑞跟莫德拉好 但是对于保护性来讲也是完全OK的成本低嘛 其实推广到很多发展中国家 比如现在日本送给越南 然后你人口里面一定的配比 比如一些高危的人群 你接种辉瑞跟莫德拉 然后一些不是高危人群 比如你都独来独往的 也不用上班的 网络遗族的 那你接种阿斯利康完全可以 对吧 完全可以 所以就是要根据财政情况 每个国家 钱你天上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可见反正西方疫苗管用 你中国疫苗不管用 到时候你你习包子不戴口罩的 喂 那到时候中国又有话说了 喂你习包子都不戴口罩满大街走啦 那怎么不给我们去旅游啊 那中国人就有话说了 对不对 喂你都你都 习包子敢不敢说自己打的是辉瑞啊 他肯定不敢说啊 他他说我也是打的国药 哎大家我跟你们打的是一样的 那习包子肯定这么说啊 对不对 那但是 喂你打完你可以出国 为什么我们不能出国 哎 到时候也非常尴尬 肯定口诛笔伐嘛 全国人民都屌他嘛 到时候对不对 喂 我那么打完疫苗 你这个我们温出国你又不给又不干 护照也不给不给办呢 那算哪个算什么啊 那你习包子天天到处走了 是吧 现在习包子也不敢走就这样啊 他就怕别人说话嘛 他这个G20对内对外 戴不戴口罩都尴尬的要死 但是他没办法 到时候我包括我我估计东京奥运会 马上就在前面了 东京奥运会很多国家元首都会来 人家反正居膝了一群 人家也是不戴口罩 都搞定了 而且东京奥运会都说了 参会的记者 都全部提供 辉瑞跟莫德拉 哎呀 现在日本真的奢侈 真的 因为当初买了很多 现在日本几乎国内的民众 全部都可以打上辉瑞跟莫德拉 所以是估计日本里面应该效果还不错的 应该效果不错的 嗯 那到时候的人家都不用戴口罩 你看的看的养衰啊 你是不是很养衰 人家个个都 那中国人都不会想啊 都是傻子啊 那当然傻子不少 但是也有不傻的 一看哇 人家完全搞定了哦 人家那个社会完全开放了哦 现在中国人都不知道 各个都以为外国的疫情还很严重 但到时候一看 哎不对哦 人家没疫情了哦 搞定了哦 人家疫苗很有效哦 到时候就引起国内舆论的 哎 也在中国共产党很怕 他比你他比你他你别看他好像很牛逼 那实际上他又这怕怕这怕那的 也怕人民说话 所以啊 所以啊就 这都很尴尬 然后最后你说谈不谈 要不要接不接这个茶 习包子 谈与不谈也都很尴尬 所以现在习包子就剩两个字尴尬 其实他没有了啊 就就完其实他完全输了 这个时候就要认输 他就两条路 一条路谈 那就涉及到一个让步 你能给多少利益 之前你买了点农产品搞了一两千个亿 你就算了啊 你把我忽悠到现在 下一次肯定没这么好玩的咯 是吧 那下一次都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一次一谈 嘿 对于他的国际影响力来讲 因为你的钱 那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都说了中国输出利益的能力有限 中国的利益如果都给美国了 那会影响他渗透其他国家 因为他经费也有限呢 对不对 那 所以这这会影响他整个国际的影响力 一谈就就让步 非常大的让步跟进 要赔很多钱 又是个溯源问题 方方面面都追着来 不谈 不谈也麻烦 不谈人家可能就要跟你脱钩了 到时候现在都很 你这里又说核电站 又又搞不对付 这里又又搞不好 看这个是习保纸的一链之差 不谈那就走闭管所谋 谈 那就再缓一缓 但明年又有个冬奥会 你说完全不谈冬奥会就麻烦了 他又想搞冬奥会 估计也会谈 他肯定想拖 那拜登给不给他拖 走着看 那现在西方这里基本就搞定了 西包子处于非常尴尬 反正好不了 那先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的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